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建老房YouTube频道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 灵气疗愈 我们今天从伙伴疗愈开始练习 首先介绍两位示范老师 今天作为疗愈者 疗愈的老师是Evan老师 接受疗愈的被疗愈者是雅雅老师 接受疗愈者只要躺下来 什么都不用做 保持放松就可以 而疗愈者在开始疗愈之前 要先念六条祈祷文 双手合掌 拇指靠在胸口 第一条祈祷文 我感谢我自己念自己的名字 我感谢我自己灵意文 第二条祈祷文 我感谢宇宙能量灵气 我感谢宇宙能量灵气 第三条祈祷文 我感谢我的父母 老师 上师 还有神 我感谢我的父母 老师 上师 还有神 第四条祈祷文 我感谢我的同伴念同伴的名字 我感谢我的同伴汤志亚 第五条祈祷文 我受白色灵气能量所保护 我受白色灵气能量所保护 第六条祈祷文 我只是灵气频道 我只是灵气频道 念完祈祷文之后 先疗愈第一个部位 眼睛 把手掌放在眼睛上方 大约十公分 手掌在眼睛部位停留的时间 大约三分钟之后 一手一手的移到第二个部位 太阳穴 这个部位疗愈三分钟之后 再一手一手的移到耳朵 接着疗愈第三眼轮 一手在眉心 一手拖着后脑 第五个部位 后脑 两手都拖着后脑 头部的五个部位 疗愈完成之后 手掌移开 身体坐到侧面 疗愈者 带着抱着来到侧面 疗愈喉咙 喉咙的位置 涵盖的下巴 还有甲状腺 还有甲状腺胸腺 三分钟之后 手掌移到甲状腺胸腺 两个锁骨之间 接着疗愈疗愈的中心点 下一个位置 太阳神经重轮 太阳神经重轮 肚脐的位置 接着腹腔右侧的肝脏 稍微上面一点 接着肺部顶端 两个锁骨下方 接着肺腔 接下来腹腔左侧的胰脏跟脾胀 下一个位置 伸直轮 在肚脐下方 大约四寸 接着疗愈根轮 女性在两边的 软巢的位置 男性的话 在大腿骨 跟骨盆的交接处 接下来两个膝盖 膝盖疗愈完三分钟之后 一边的脚踝跟脚掌 三分钟之后 另外一边的脚踝跟脚掌 三分钟之后 疗愈者要站起来 用食指跟中指 从受疗愈者的肩膀到手指尖 逆时中旋转 站起来 再从肩膀下方到脚趾肩 逆时中旋转 同一边做完之后 再做另外一边 肩膀到手指尖 肩膀下方到脚趾肩 都是从身体的侧面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为了让疗愈的能量 继续疗愈 好 正面17个部位完成之后 请受疗愈者转过来 趴在垫子上 可以趴在二于四 右手指尖扶着左肩膀 左手指尖扶着右肩膀 胸腔放低 脸转向左侧 两脚打开 脚尖朝外 脚跟在内 大腿的内侧贴着垫子 接着疗愈背部 首先疗愈肩膀 三分钟之后 背后的甲状腺胸腺 三分钟之后 背后的心轮 下一个位置 背后的太阳神经重轮 肚脐的正后方 三分钟之后 两边的肾脏 在第十二队漂浮肋骨 三分钟之后 生子轮 见椎神经重 三分钟之后 根轮 背后的七个部位完成之后 首先要做五大元素平衡 一个手掌在根轮的位置 一个手掌在喉轮的位置 根轮连接的是地元素 喉轮连接的是空元素 而由下往上依次是地水火风空五大元素 五大元素的平衡 主要是把这五个能量中心连成一直线 所以疗愈者要观想着这五个能量中心 在脊椎骨连成一直线 两个手掌慢慢的往中间靠近 大约到了太阳神经重轮的位置 双手合掌回到胸前 往中间靠近的时候 观想五大元素连成一直线 五大元素就平衡了 接着要用食指跟中指顺着脊椎骨 从喉轮到根轮 快速的滑动三次 这是活化脊椎骨两侧的微小的能量中心 完成之后结束能量 感谢两位老师的示范 以上示范的就是 临近24个部位的伙伴疗愈 只要是正面的疗愈超过两个部位 就要试着做逆时钟旋转 从肩膀到手指尖 肩膀下方到脚指尖 同一边做完之后再做一边 这会让疗愈的效果 时间继续延续 疗愈的作用 即使我们的疗愈者手掌离开了 受疗愈者还在受到灵气疗愈 而背后呢就要做五大元素平衡 我们的背后代表的是个人生活 还有隐私的部分 五大元素平衡会让身心更健康 然后接着脊椎骨两侧的维系的能量中心 活化之后 脊椎骨两侧有非常多细微的 这个跟我们的身体的系统连接的位置 这些位置打开之后 我们的内分泌系统也好 这个神经系统各个系统就会得到活化 以上是24个部位的疗愈 感谢两位示范老师 祝福各位都能得到灵气疗愈带来的好处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